最新的连线焦点寒流好冷 但是呢在高雄桥头 向日葵就是呢不为低温绽放非常艳丽 我们立刻连线黄佩如 告诉大家佩如请车 主播早安各位观众 早安目前呢高雄的低温呢只有15度 如果你因为呢天气这么冷就窝在家里不出来 真的很可惜 因为目前高雄桥头去的花海已经全数绽放了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向日葵花海 可以说这里的向日葵啊 每一刻呢都比我的身高还要高了 所以呢也有不少的游客呢一早呢就来到向日葵花海这里拍照 而且呢游客为了拍美美的照片 甚至还要把这个后舟的羽绒外套都给脱掉 我们听听游客怎么说 你刚刚不是还穿外套怎么现在都脱了 哦因为要拍得美美的啊 这样不会冷吗 爱水不怕老皮水啊 冷哦 你穿几件 穿件 还冷哦 怎么那么冷还来看花 就是喜欢来啊喜欢看来很多次的 好其实呢这里除了有40公顷的向日葵花海之外呢 其他的花海呢像是波斯局百日葵 还有万寿局呢都已经全数绽放了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趁着周末假日来到桥头 就可以看见除了有黄色的花海 还有红色的花海 橘色的花海 还有粉红色的花海 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不过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观众 如果呢你周末来到桥头要赏花的话 保暖的工作还是要做足 因为呢花海这边比较空旷 所以呢风也会比较大 这种既然局预估呢 虽然呢到了周末这个寒连会逐渐的远离 但是高雄的迪温呢还是也是只有十几度哦 所以呢周末不妨来桥头赏花 但是保暖工作还是得做足 依然像情况 把镜头转还给彭内直播 好桥头的花真的是不为迪温 绽放了非常美丽 谢谢佩如连线报道